大批消防队围在试衣间前面 因为有名两岁多的女童 不小心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女童不断哭喊找妈妈 妈妈蹲在试衣间门边 亲身安抚女儿 基隆一家服饰店 传出幼童不胜受困的事件 女童妈妈表示 自己一个没注意 女儿就把自己反锁在试衣间里面 消防队紧急到场 经评估担心强行破门 发出的巨大声响会吓到女童 如果破坏室一间又划不来 决定用电锯先开个小洞 再设法开门 最后终于让女童成功脱困 女童一出来马上奔向妈妈 消防队特别提醒 家长平时就要留意幼童的去向 平常看好小朋友 不要让自己跑到一个密地的同学 有可能会坠落到其他的地方 会造成其他的危险 女童受困更阴间 吓坏所有人 还好有惊无险 平安脱困 记者朱金融 周梦如 基隆采访报导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小朋友